明德國中陳柏睿同學克服身體上的障礙 拿下2022全國爵士股大賽特優獎 除了柏睿同學之外 還有見德國中石沛軒同學 五輪國小的楊士安同學 三位同學都通過了2024總統教育獎的初選 柏睿同學我們都叫威爾 那媽媽小百合 還有我們他的各館老師 余晴老師 柏睿同學呢 他有先天的自閉 然後他有一點點辛苦 可是我覺得他上了國中之後不斷的進步 他克服自己的一個先天的限制 他在學校人員很好 音樂體育都有一些專長 那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 我們在全校的才藝大賽表演上 他一個人打鼓 全場為之瘋狂跟轟動 那我覺得他參加同學教育獎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雖然有點特殊 可是我們跟大家都一樣 我們一樣在身邊 一樣快樂的學習生活 我覺得他對很多同學來講 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激勵 對於佩萱學這個射箭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他小時候他對運動其實沒有很很熱忱就對了 那就是因為中華國小他是推射箭的學校 那老師看他可能就是他的資質還可以 所以就鼓勵他來參加射箭的那個練習 那後來就是也有參加中小聯運 那成績也都還不錯 謝謝師哥你寫的好棒 你寫的這個真的超棒 市長謝國良特別接見 頒發一萬元獎助學金 敢佩他們克服逆境 努力向上的學習精神 身處逆境卻不被困難打倒 認真彩繪自己的人生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榮幸 能夠頒發通過總統教育獎出審的同學 一定的獎助學金 希望我們的同學不怕艱難 勇敢的邁向精彩的生命旅程 那也期待後續的復選 都能夠順利獲獎 不管怎麼樣就是人生中很寶貨的回憶 現場也邀請到榮獲2018年 總統教育獎的得主 就讀暖暖高中的林依依同學 日前透過繁星推薦 錄取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他特別以學姐的身份 鼓勵三位學弟妹不畏懼挑戰 市長謝國良也頒發獎助學金 鼓勵依依依同學持續學習的熱忱 市長謝國良說 相當感佩同學們處於逆境中 仍然奮發向上 樂觀進取 值得大家來學習 市府也將結合資源 持續拔尖扶弱 努力來打造有愛的城市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字幕提供 提供